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概流程 首先呢,你需要一个域名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注册一个 注册的时候,记得用圈具模式 然后呢,这个是另外需要一个CF的账号 如果没有的话,去这个地方注册一下 就是这个,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CF账号你随便注册就可以 像这个的话,你可能需要 花费一点时间,这个免费的域名 可能多试一下 比如你打开这个,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浪费点时间 建议最好打开这个无痕模式 打开以后呢,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注册的域名的前缀 比如冰盒圈子 然后呢,你最后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加一个ml或者是.tk或者是.ga之类的 把这个后缀也加上 申请的 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如果你光写那个前缀的话 它查出来的时候 虽然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成功的概率小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不可用的 你这样直接选出来的 像这个它直接就选中了 如果你直接搜冰盒圈子 它会把这些都列出来 它都会把这些列出来 你点这些的时候 一般都是不可用 都是不可用 你最好是加上后缀 搜出来 搜出来 能用的话 它直接就会自动的加入购物车 然后你 然后呢,第3步就是 你注册好域名以后 把这个域名 你将使用的这个域名 DNS 改成这个 CF的DNS 我们现在就先改一下 比如我们今天用的域名 我们就 打开这个 服务 然后我的域名 这个地方呢 有我的域名 我们就先用一个 GQ这个域名吧 这个域名还没转移过去呢 我们就把这个域名转移过去 点这个管理域名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域名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个地方选你那个什么 选 用自己的 这个地方呢,填这个 这个地方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先添加一个 这样点 GA GQ 把你这个地方 注册的域名 我们注册这个域名 添加到这个CF里头 这个里头呢 添加的时候 它会 我们选这个最后一个 这个免费的 然后点继续 这样呢 我们就不用管了 然后点继续就可以 它这个地方提示 没有DNS记录 无法计划你的网站 最好设置DNS记录 然后就 无所谓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 改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DNS服务器的地址 这是第1个 然后再复制第2个 然后呢 这样点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 它说是24小时 但是啊 可以很快的 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就 完了 这样完了以后 我们返回这个首页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代处理啊 代处理 稍等一会儿 我们后面 我们先解析过来 解析过来 等 后面我们弄完 差不多就解析过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 白嫖这个服务器了 它这个 服务器呢 是一周 你可以用一周 然后呢 可以续期 到期的前三天 你就可以续期了 续期然后又会给你一周的时间 你说无限续期 你可以 获取的时候 就打开这个网址 打开以后呢 你需要在电报里头搜索这个电报机器人 复制一下 打开你的电报 在这个地方搜索一下 三天进来搜索一下 然后打开 打开以后就是这个界面 然后呢 你 第一次进来的话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发送消息 我们先把它 这个删掉 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始 你点下这个开始 它会给你发一个 你的这个ID 就是你的登录ID 但是呢 现在你没有 你也不知道密码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首先进来以后 你先 先点这个 reset password 重置一下密码 这个地方呢 让你输入你这个ID号 你就把你这个ID输进去 然后呢 点这个确定 这个地方呢 它会让你提交一个 这个码 这个验证码 因为获得以串的这个代码 然后你复制一下 粘贴进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设置一下你的密码 支持这个 字母和这个数字 我们就设的简单一些 就设了12345678吧 然后呢 点这个 提交 那就成功了 这样你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登录 然后呢 复制一下你这个ID 这个地方是你的ID 然后呢 这个是密码 然后呢 点一下 我是人 这个地方让你填验证的 验证这个卡车 这样呢 就登录 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以后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创建 创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你点一下就行 创建 然后这个地方呢 让你选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随便 随便选就行 像这个 这个我用的是一个 我用的是这个7.9的这个 这个密码呢 你随便写 那么还是12345678吧 然后这个 这个你随便随便写都可以 我们还是选个 其他吧 然后呢 又让你 验证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点创建了 稍等一会它就创建好了 这个地方呢 提示30到60分钟 其实 等个10分钟吧 用不了10分钟就可以了 像这个地方也提示你这个VPS呢 是过期是几天 这个这个是续期的 点这个地方 续期一下就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这不是续期的 这个地方呢 你前线上人家的这个 域名 填上域名 然后打勾 点迷失人 然后 这个续一下期就可以了 这个也简单 你一个礼拜续一下就可以了 白嫖 总得付出点代价嘛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 重装系统的 这个地方是你这个VPS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 已经好了 已经装好了 这个地方呢 是你这个 IPv6的这个地址 其实你记不记吧 现在无所 无所谓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它这个 下面有它这个 Web客户端 这个可以 这个命令行 它在线的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是你的 IPv6地址 端口 这个地方是密码 你刚才设置的密码 登录一下 然后点这个连接 这样就连接进来了 连接进来以后呢 什么也不用管 你复制一下这一件 复制一下以后 粘贴进来 然后敲下回池 这样就开始安装了 你就等着就行 这个过程可能得 三分钟 三到五分钟嘛 这样呢 就安装好了 它这个地方呢 提示 端口是54321 帐号密码都是ADMI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脑 想支持这个 IPv6的话 你直接 用IPv6的地址 帽号 然后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个 什么问题呢 有的好多朋友都 不支持这个IPv6 点这个地方 它最上头有一个IPv4 转这个 就是 转这个IPv6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 我们随便选一个 这个这个上面 端口转发 这个是 然后呢 这个是大于一千 小于一万的 那么 就个8886吧 试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你的 IPv6的地址 IPv6的地址 重新打开一个窗口 这个地方复制一下你的IPv6的地址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粘贴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端口呢 是你实际的那个端口 就是54321 这个是你 实际用这个IP地址 冒号 8886就 相当于访问了这个你实际这个IPv6的这个 54321这个端口了 然后点一下我是人 然后点这个转发 这样就好了 好了以后它会提示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这个地址 打开 这样就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呢 ADMIM 这样就可以登录了 这样就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创建了 可以创建这个节点了 首先呢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 呃面板设置点开以后 我把这个密码改一下 用户设置这个 原用户名 ADMIM 原密码ADMIM 新用户 你随便你自己设置一个 然后密码设置一个 点一下修改 另外呢就是 设置好了以后 我们点这个入栽列表 然后点这个 加号 据说这个VLESS要快一些 我们就选这个VLESS 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它支持好多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先选这个VLESS 这个监听IP呢 可以 不用写这个 可以不用写 就是本级 其实 这些就不用管了 然后到期时间 到期时间你 随便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然后点添加 这样一个VLESS节点 你就建立好了 然后呢我们 点这个查看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复制链接 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建好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这个 这个 它显示的是我们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一会我们还需要 做个端口映射 端口映射 映射到这个 因为它这个56317 是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IPv6机器的端口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 IPv4的端口映射过来 我们先复制一下 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VTUY给退掉 打开 我们的VTUY客户端 然后我们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呢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 我们这个别名呢 选个 测试001吧 我们先试一下它 看它能不能连上 应该是连不上的 然后呢我们打开 试一下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Google是打不开的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这个 这个里头 我们刷新一下 再做一个端口映射 这个这个不能用这个不能全局模式 我们换一个节点 换一个我昨天搭建的这个节点 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端口映射 上面是个8886 我们这次用个8885吧 我们换下面的这个吧 这个IPv6的地址 复制一下 这个端口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用的这个端口 56317 然后呢 还是验证一下 这样呢就添加好了 添加好了以后我们把这个IP 复制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 复制一下 然后呢这个端口 8885 然后点确定 这样应该就可以用了 敲下回车 我们试一下 发现一下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 135 135这个可能是被抢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134 清除一下代理 我们看一下这个134的 134的可以 134的可以 135是不是被抢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被抢了 那135就是被抢了 134的话是可以访问的 134的话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先刷新一下这个134 134可以 我们还是用134的吧 这个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 IPv4 到这个IPv6的这个 到这个IPv6的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这个转发这个 我们就先移掉 先移除了 我们还能用134的这个 134的这个IP 这个地方选这个134的 8885 然后呢 复制一下这个 IPv6的地址 这个端口呢 还是 这个地方我们填的是 56317 还得验证一下 然后我们切换一下 端口就不变了啊 8885 点确定 然后我们切换一下 端口就不变了啊 8885 点确定 这个遇到问题 这个遇到遇到问题 大家自己查一下啊 像这个的话就得自己查 没办法 这样就可以用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地址 其实现在你就可以翻墙了 但是呢 这个被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你这个 这四个 他这个端口转发的这四个地址 这个135已经被抢了 基本上你就用不上了 134的话现在还没有 以后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抢 接下来我们就是 为什么要 高带用这个CF呢 就是 这个 它可以隐藏我们这个 地址 因为我们用的是IPv6的这个地址的话 它是 一般是不会 抢的直接用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CF 做一个转发 先看一下它这个速度吧 我们先测一下它这个速度的 有多快 来记一下 一会我们这个CF上面试的时候 就知道了 能快多少 这个的话就是个 200KB 这个速度 所以说也不这么快 接下来我们就 看一下我们 之前添加的这个域名 我们刷新一下 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以后有效 这个地方显示有效 说明这个DNS已经切换过来了 然后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域名 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DNS 比如说我们解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添加一条记录 我们添加一个4个A的 4个A的就是IPv6的地址 如果你是一个A的话 是IPv4的地址 IPv6的地址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服务器的地址 我们先解析一下 然后呢点这个保存 这个代理状态呢 就以代理就行 开了这个小用多就行 默认就可以 然后点这个保存 保存好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 这个SSL 这个地方 我们要 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完全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那个密钥 我们需要 开启那个密钥 这样就 开了 开了以后呢 我们点这个客户端证书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创建证书 然后呢拖下来 这些都默认就可以 然后点这个创建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证书了 接下来呢 回到我们这个后台 回到我们这个后台 另外再加一个节点 我们还是用这个VLS 这个端口的话 我们这次用这个443 然后呢这个到期日期 你往后随便写 然后呢 这个地方 选这个ws 然后 TLS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就选这个 选这个地方 这个正数公要内容 和私要内容 这个域名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个域名 刚才我们这个 我们解析的hax 并和点 gq 我们填写一下 然后呢这个 公要内容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 点一下它就复制好了 复制好了以后 我们粘贴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私要 我们点一下 然后就复制上了 然后粘贴一下 然后呢 这样就好了 这个路径的话 你可以随便写 不写 不写也可以 然后这样就 完事了 然后点这个添加 这样呢 就添加进来了 然后用我们 切写的这个hax hax点 冰和点 gq进行链接了 接下来我们复制一下 点这个查看 点复制链接 然后呢 我们添加一个 添加进来了 改一个名字 hast002 然后呢 我们连一下 连一下这个 试一下 这个代理 切回来 然后呢 我们打开 谷歌 看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打开 我们随便 随便看个视频 看个自己的吧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不这么快啊 不这么快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 打开这个地址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浏览网页的话 速度还是不错的 送件就打开了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下载一下 打开这个蓝周云 下载下来以后呢 就是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呢 你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以后呢 它会自动给你测试 我们先把这个 清除掉 它这个呢 测试大概有个五分钟左右 就测试完了 我们测试一下 挑选出 在你这个网络环境下 你当前的网络环境 速度最快的节点 这样呢 就10个最快的 这个IP地址就给你挑选出来了 我们就 用这个吧 216 这个 你可以用第1个 第1个应该是最快的 它测试完以后 你这样选一下 这样选一下 拖一下 然后点一下右键 速表右键 这样就复制成了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这个窗口的话 它会给你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文件就是你刚才 扫描出来的这10个 你就可以打开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直接用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修改成 这个IP地址 我们扫描出来的 选出来的最快的IP地址 这个 原来这个地址 我们贴到这个 卫装域名这个地方 然后点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 快了10倍 这个是两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13000 我现在调到了4K 有可能你跳出来的节点 比我这个 比我跳出来这个IP要快一些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网络环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 上17000 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它又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再拖一下 它就又上去了 反正现在看的4K 大家可以看到 一点也不卡 没问题的 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最后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频道 如果你懒得搭建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电报频道 我电报频道里头 每天会更新五个 这个速度比较快的节点 大家可以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